新内阁新气象找来了 Google单政亚太区 硬体管理总监的张善政 来担任政务委员受到瞩目 东森财经新闻也独家专访到 曾经跟张善政来共事的同事 他们说张善政是擅长云端科技 对于推动台湾的云端产业 将是非常好的一个帮手 即将驻任内阁政务委员的 Google亚太区硬体管理总监张善政 今天飞往国外 Google对于张善政即将入阁一室 态度相当低调 只表示一切祝福 平常委员十分低调的张善政 即使收到入阁的征召令 仍然忙于公事 投身科技产业二十多年 认真打拼的形象 伸直在同事心中 然后他可以把很坚实的科技 用我们可以理解的比喻 来让我们清楚 那我觉得收获很多 今年57岁的张善政 担任过台大土木系教授 曾经出任国科会企划处处长 接着进入宏基担任副总 发展现在最夯的Data Center 2010年12月被Google挖角 负责亚太区资料中心的建制 就是这样完整的产观学经历 让外界十分看好 有人说台湾发展云端产业 找他就对了 张善政愿意从年收入上千万的科技新贵 变成一年三百万元的政务委员 都是被总统马英九和行政院长 陈冲的诚意给感动了 Google福利有多好 看这边就知道 零食饮料名牌冰淇淋随便吃 不出百步必有食物的封号 果然名不虚传 爱看知名犯罪影集的张善政 在介绍云端中心抽象的服务模式时 用生动的辟语表示 就像是CSI一样 要把艰难的高科技 融入日常生活当中 作业系统跟背后的网络 是所谓封闭型的 也就是说它不跟其他的电脑接 整个网络上面只有 我们这几套电脑 所以其实老实说 骇客没有管道可以切进来 早在十年前张善政担任宏基副总 对公益彩券电脑主机的安全措施 对达如流 看得出来深耕云端科技已久 新内阁加入科技业新鞋 也让云端概念股 一号表现开红盘 有讯开高走高 涨幅超过半根停板 收在22.8元 普安气势如红 盘中一度接近涨停 最后收在27.8元 东森财经新闻 吕培军冯瑞里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